我對於後市的感覺不會看得太樂觀 首先第一件事 你提到的PMI數字的話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其實是回落了的 去到50.5 所以其實比預期好 是不是很好呢 我就不敢說 還有如果你將財新的數據 配合官方數據 去籠統地看的話 你要明白到 PMI數據是按月比較 跟我們經常說的GDP 工業增加值 零售銷售 固定資產投資 按年比較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如果在上個月來計算 譬如先說官方製造業 上個月是很低的水平 48.8、49 你按月計有個回升 中間其實減了息 這個是很正常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理想的 好了 看這個所謂的中小企業為主的財新 雖然都是好過預期 但都是在下跌的 似乎都是反映著 內地經濟本身 真的不是那麼穩健 你講到尾也好 其實都是要出招的了 所以這個PMI 你說可以帶動升勢 其實就有點牽強 好了 第二 中美關係 布林肯都去過內地 當初大家都有些炒作 繼而有因為Dictator 獨裁者的言論 是令到市況有些變化 好了 我想說的就是 耶倫媽媽去了沒有? 耶倫媽媽去了沒有? 還沒去 到時發生甚麼事? 大家不知道 但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第一 內地是針對一些 我不懂得讀 今次做過家 真的不懂得讀 你們知道那些金屬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甚麼了 免得亂讀 好 對某幾類的基本金屬的出口 是做一些新的管制的 雖然我不懂得讀 我也上網查過的 那種氧化Dud 其實是比較穩定的氧化物 是用在製造半導體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減半導體 我減半導體 有些可能是半導體的元件 裏面所需要的物質 或者金屬 可能主要是內地出口的 現在內地就嘗試去做管制 另一方面 你留意美國 其實都是打算出招的 包括我們之前所說的晶片等等 現在可能會加大力度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是呀 我和你談 應該這樣說 我以前的認知就是 兩個人打架 不要打 先坐下來談 談完談不定再打 這是一個正常形式 但在美國的世界不是的 我和你談 但哪談哪打 所以你說 這個是不是中美關係 有一個很大改善的空間呢 還有我也有那句了 你不要忘記 打台海派 打對華派 都是肯定的了 所以如果對於中美關係 有一個太大改善的衝勁呢 我不敢說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虛的 好了 第三個了 說人民幣 真是夾得厲害的 我想是第一 當人民幣離岸 跌到來7.27這些位置 都很貼近大家的目標7.28 7.3的話 大家都覺得 你孤顏孤 不要再那麼狠 真的隨時夾你的 因為中央似乎不容許 是一個太大幅度 跌了四千點 怎麼知道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這一兩日 官方的言論 是有點轉強的了 警告了你的了 你再這樣下去 我就出重手了 所以大家看看爺爺面星 暫時空軍 就叫做放軟手腳 一旦彈上去 三旦彈上去 才會被寄在 這境下 的一旦彈上去 莫贈 暫時空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